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前三个月 然后做梦梦间得了癌症 然后身上长了很多的浓疮 七二年数什么 七二年数数的 男的女的 女的 哦 有个姐 哦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 到庙里去拜菩萨 我看那个样子 有点像地藏王菩萨 也不知道像唐僧啊 唐三藏啊 那个后来成佛的那个样子 起了不好的念头了 所以他这个也报道了 叫他赶快多念礼佛 哦 多念礼佛 就是忏悔就是这个事情 对对对 师父他那个 他是前三个月做梦梦间的癌症 然后就是最近 就是呃 就是最近又梦到 然后就是有个声音跟他说 等到一个月要火化了 现实当中没那么快 但是的确是有个大姐 嗯 师父看一下他的身体 一个月 一个月不会 不会走 身体没用的 哦 你要是看 看身体 身体再好 出去一撞撞死了 叫你一走 我们就走掉了 嗯 他度了很多人 就是特别发心 很多人 脾气不好 都很多人 急得不得了 嗯 嗯 那他的身体 没有大问题是吗 有啊 妇科 哦 妇科 嗯 然后 年轻的时候 做过一件 不如你不如法的事情 在感情上 嗯 叫他自己好好忏悔 嗯 好吗 嗯 师父看一下他莲花 8510 嗯 哎呦 你看 真的厉害 难怪的 你看 凡是要 要有劫难 或者他自己没有消掉 嗯 天上莲花先拉掉 没了 没了 所以你看厉害吧 所以我跟你说 就有点像什么 你先要开除你 什么什么 什么公职 然后才 法办一样 听得懂了吗 哦 所以一个人不能 做坏事啊 嗯 你叫他好好忏悔吧 你别看他 度了很多人 一定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事情 我不想讲 嗯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 师父啊 他蛮好的 他很好的 我讲什么 我说他恋财 人家跟我说 哎呀他很好 没有 你知道的 嗯 我讲什么 为什么好讲的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让自己的结 到时候画出来的话 爆发出来的话 基本上 就是自己不减点 两点 嗯 要么就钱财上 还有一个 就是语言上 嗯 也会让你的 口验 口验让你爆发的 嗯 所以师父叫你们 学到以后 嘴巴千万不要乱讲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明白 但是师父 嗯 他那个 呃 忏悔 嗯 念了五遍呀 到七遍 嗯 好好念了 嗯 好的 他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 我跟你说了 你跟我记住了 像这种提醒他 都是还有救 嗯 有的时候提醒 都不提醒了 直接拉走了 你看有些人 睡一觉 脑一穴 走了 有些人出去 一撞撞死了 嗯 你想想看好了 现在车祸多少啊 一年 几十万人死亡啊 为了车祸啊 想想看了 嗯 我告诉你 这个很多的 就是拉走的呀 哦 你以为啊 你开玩笑了 你命 命一勾掉 好了 人家说魂勾掉 你开车 开得好好的 你突然之间 脑子会晕的 你突然之间 会出生 出现幻觉 然后接下来 就撞上对方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我一定那个 让这个同修听录音 让他听的 跟骗我没有用的 明白吗 要自己心中彻底忏悔 到底有没有恋财 到底有没有感情上出格 到底有没有嘴巴 胡说 嗯 听得懂吗 好的 而且在解释 在度人的时候 嘴巴到底有没有 不如法 不如理的事情 这些都是犯天条的 我这个不愿意 听到什么 的 还有一个不愿意 我会认识 这些不愿意 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 我会议 我会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